六年级彩香菇去 只对 哎呀 每次都跑前辈你们帮我翻摊打工 真的帮了我好大的忙呢 没什么了 就当做是训练的一环嘛 对吧 强策 对了 其从前辈 你说能有彩香菇的商人在哪里啊 那是我在做跑步训练的路上 碰巧发现的 不 这样啊 就是这一代 那么我们分头采香菇吧 对了 不如我们来比赛 看谁采的香菇最多吧 输的人帮所有人背行李回去 这题也太孩子气了吧 好了 我到那边去采 那么我往这边 怎么这样 香菇 香菇 香菇在哪里啊 奇怪没有啊 什么嘛 这里根本连半朵香菇也没有啊 这个小平台 到底是凭哪一点判断这座山上有啊 看这分量 我们有一阵子不需要担心了 就山贼的地盘来说很丰饶的 首领 倒是不好了 有可疑人物进入这座山了 什么 他们在我们昨天采香菇的树林附近徘徊 你说什么 竟然挑在我们要开始山贼活动的好日子出现 首领 这不是让我们开始干活的好机会吗 说的也是 好 就把这一次当作我们山贼行动的第一票 大家猫起来出局 山贼加油 换 换 换 香菇 香菇 走到哪里都是香菇 用不同种类的香菇大赚一笔 这座山太胖了 放一望去进尸香菇 嘻嘻嘻嘻 什么嘛 至终在家前辈啊 请你不要吓我了 无闻 状况怎么样 是 好到不行呢 这样啊 前辈你呢 我也是 哇 不会是前辈 这座山到处是香菇 我再去多采一些 去去说说 那么就有劳前辈了 哪里有什么香菇啊 没办法 我该换个地方去 是吧 很危险呢 谁要你从我身后接近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香菇嘛 是吗 我采了很多啊 你看 怎么会啊 哪里有这么多香菇呢 什么哪里 明明这附近都是啊 我知道了 你故意告诉我 没长香菇的地方 对吧 哈哈哈哈 这个方向不是文次郎 你自己一开始选的吗 好像是你说的这样 太好了 还好 你没跟我比赛采香菇 否则你可输惨了呢 文次郎 我只是因为这个提议 很幼稚而已 并不是因为害怕 输才不跟你比赛的 这样啊 怎么样嘛 没有啊 你加油吧 我们待会见咯 这家伙竟然瞧不起我 等着吧 我马上就会追过你 去那边找找看好了 我们昨天应该是在这一带采香菇 对吧 这也太棒了吧 在里面 好棒啊 这边的树林放远忘却都是香菇 好极了 我要尽尽的拼命采 绝不输给那些家伙 真是大逢收呢 又感觉到有人 两个人 不 是三个 是小平泰他们吗 三个人一起来要干什么 我知道了 文次郎 你这个地方不错吗 一个人才应该很辛苦吧 我们来帮你 然后接下来呢 他们三个凑在一起说 刚才说的比赛还算数 这么一来 他们就可以把所有东西让我一个人背 可恶啊 你们想的美 跑快点 他们应该就在不远的前方 是 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快为当我们山贼活动第一票的猎物吧 落什么东西 掉进陷阱了吧 不成熟的家伙 才不把香菇分给你们呢 我要全部踩光光 丁丁 可恶 既然这样耍我们 要是让我找到 绝不会轻易放我 可恶 想不到 山贼活动第一票的猎物 还挺有凉下子的嘛 我说老大 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这次还是算了吧 说什么傻话 你怎么变得这么懦弱呀 当一个山贼最重要的就是形象 要是被世人知道 我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之后还怎么混呢 可是老大 你们放心了 直觉告诉我 已经没有陷阱了 我的直觉一下很准 霍哥 山贼加油 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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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朝政前辈 你真是大丰收 要是比赛 你就是第一名了 天就快要黑了 我们快点回去吧 中了我设的陷阱的到底是什么人 文子郎 走了啦 我不敢啦 这么可怕的行动我再也不敢啦 之前说的比赛 要不要来兑现呢 赎的人负责扛所有人的东西回去 你这提议未免太孩子气了吧 你说什么 那我来帮各位前辈扛好了 这是我们六年级之间的事 对吧 文子郎 我知道了啦 这点小事根本连锻炼都称不上 既然这样 那我的就给你背吧 你闭嘴